一台白色鄉行車 緩緩的下坡 轉彎也得煞車 慢慢的玩過去 這台不是娃娃車 是部落知名最依賴的巡迴醫療車 沒有四輪傳動 打開後車廂 琳琅滿目的藥 醫護人員 部分男女都要協助將藥品搬下車 然後開始巡迴看診 部落居民大部分都是老人 住著拐杖 一步一步小心的走向巡迴醫療車 固定來這裡拿藥 在桃園復興鄉有六個部落 到市區看病 要花上至少兩個小時的車程 相當的不方便 自從有了醫療車 居民就不用舟車勞頓 一位太亞族的媽媽有心急梗塞 到了冬天發作的機率更高 所以固定要吃藥 巡迴醫療車對她來說很重要 不過其實即便有了巡迴醫療車 由於設備不足 女性看診有時也會出現不方便的情形 巡迴醫療車的品質安全等問題 一直都是復興鄉衛生所所考量 也發現問題的所在 不管像中央政府申請的巡迴醫療車 都是不符合部落需求的巡迴醫療車 就算有四輪傳動 車又太小 就算車大台了 卻沒有四輪傳動 就連開了十幾年的巡迴醫療車司機大哥也說 衛生所的三台巡迴醫療車 都曾遇到過下雨天發生爬坡熄火的狀況 司機說這樣的車在山區道路行駛 是很危險的 這樣子的品質我覺得是最完美 到底怎樣的巡迴療車 才是符合部落的需求 復興鄉衛生所主任表示 在車內可以做包藥跟勘診 主要目的是保有病人的隱私 包藥的部分是有些在戶外抹藥 風一吹 藥就飛走 所以保姆車是最理想的 但是受到行政院衛生署的經費 補助格是所限制 一般二輪傳動的預算上限是八十五萬 四輪傳動是一百三十萬元 衛生署表示各鄉鎮衛生所 可以去斟酌巡迴醫療車的 優先次序的需求 像是復興鄉有三臺巡迴醫療車 有些看診點是不需要這麼多人力 就可以開小臺 但是預算規格就是不變 至於未來規格 是不是能夠有更大的空間 其實我想任何的政策 我們都可以去檢討去看 但至少現在各縣市反映 這個部分的問題並不多 那就是說如果縣市鄉鎮 有一些問題 其實是可以拿出來做討論沒關係 不過衛生所主任認為山地醫療 特別是巡迴醫療這一塊 應該以專案的方式處理 不應該跟一般的公務車去做迴範 我覺得可以去多看一下山地鄉 特別是高山的這種 山地原住民鄉 你會發現大家的需求其實都差不多 空間要大 濕潤傳動 盡量是好養的 因為路途遙遠就醫不方便 許多原鄉地區的族人仰賴巡迴醫療車 固定到部落就診 但是在第一線的醫護人員認為醫療車的設備必須要提升 但是中央一視同仁的補助方式無法突破現況 衛生所主任還是希望中央政府可以 因地質疑地去檢視部落需要的是什麼樣子的巡迴醫療車 才能真正照顧到部落居民的需求 這在南蒜麻藥桃園復興採訪報導